財團法人小屍汽車慈善功德會 哇這個名字不錯 欸 阿代把它抄起來 哇這個名字聽起來媽非常的霸氣 非常的有那種吸金的感覺 呵呵呵 呃 感覺這個名字一出來就可以吸到不少的金 呵呵 呃 小屍哥公司可以辦汽車的全額貸嗎 全額貸款的條件吼 需要看你的信用收支狀況 以及你買的車款 簡單來講吼 銀行認定的價格 如果高於市價 你就可以全額貸款 如果銀行認定的價格 低於市價 低於成交價的話 那你可能 就 要準備 頭期款 頭2451會修到爆嗎 也不會啊 就是他有幾個比較常見的通病 比較常遇到 GS300 排R檔的時候會卡住 那個啊 排檔線卡住了啊 SAVLING 2.4 有什麼建議嗎 不推薦 買2.4 你不要買里程數太高的 因為30的引擎 如果里程數超過 20萬以上 風險都會比較高 容易吃雞油 K6的玫瑰SI 原廠手收嗎 車配量都收啊 沒有那個 生鏽 酒康都收啊 基本上 不要是韓國車 不要是納智捷 阿里程數不要很高 情況不要很差 我們基本上都收 還有一些某些特定車款 不會收 比如說 剛剛講的Mondel 我們也是不會收的 柴油的 馬自達車款 柴油也不收 FIT 里程數破10萬 其實 20萬其實還好 但是就是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概念 因為FIT比較沒有一些 特別的通病 可是他里程數一旦如果超過20萬的話 就變成他生病的機率就比人家高 新車開多久賣最高價 我跟你講 車賣掉沒有高價的 車賣掉都是虧錢 當然是越 越早賣越高價 本來就是這樣 可是你要去算那個 你 他幫了你多少忙 節省你多少時間 之後你買了新車 開了多久 折了多少錢 那個太複雜 那很痛 我這個人沒有數字概念的啦 真的啦 Focus 2.5TTCI很難顧很難養 不會啊 2.5TTCI已經算是很成熟的 柴油とessential focus 進口擋風玻璃的 衛修價格很高嗎 最近身邊有朋友 Vobo借哪來玻璃圓廠 那外面換就好了啦 玻璃這種東西 哪有一定要原廠的 外面換 搞不好一半價而已吧 我在猜啊 馬錶如果換過 會不會被當成條錶 不收 沒有 我現在跟大家講 齁 條錶車 不是不收 條錶的車有 條錶車的價格 很多人都會誤以為說 好像 事故 賺過就不能買 其實沒有 我有賣裝過的車啊 問題是在於撞多大力啊 問題是在於說 撞的狀況有沒有告訴你啊 賣你的 賣你的時候有沒有告訴你啊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搞錯了 我們常常在教大家分辨說 事故車啊 泡水車 不是說要叫你說這個車不能買 而是說 你如果萬一他有撞過你沒有發現 那你買的跟沒撞過的時候一樣 價格的時候 那就不划算了啊 對不對 你就被削了啊 所以 條表車是可以買的 是撞過的車也可以買 但是反應在售價 試駕過CRV五代我都賣過啦 對他的評價好嗎 我覺得 HONDA的車 最近的車是這樣 就是 表現都是中上水準 不管是妥善率啊 然後空間啊 然後開起來的 感覺啊 內裝的感覺啊 可是 其實近幾年新的HONDA對我來講 我覺得 我本身啊 我覺得比較吸引力比較小一點 可能是因為 我不知道欸 就是我開過以前的HONDA 我現在唯一HONDA會有興趣的可能就是那個Type R的那種 這種喜美有沒有 九代啊 八代 其實八代九代Type R那種我都覺得還不錯 外型啊 那其他的自用車我覺得還OK啦 奧迪A4 水箱淨油 亮機油燈發現 什麼問題 那油到水到已經混在一起啦 生鏽問題也沒那麼嚴重啦 我跟你講啦 其實生鏽都大家在那邊 你買新車的時候 你買到生鏽你當然該該叫 因為不應該嘛 但是當你在買二手車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它那個鏽斑的程度啊 我覺得 除非你開到報廢 才有可能對你的安全 造成影響 但是你買二手車 第一個已經有折價了 第二個 你搞不好 五年你又換車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生鏽的影響 對你來講不大 那那是因為很多 很多人買的是新的 那新的生鏽沒辦法接受 所以 有時候網路上面是這樣 我們認真講啦 馬自達的才有引擎 那個問題 那我們親身遇到 那真的就嚴重 因為不管你買新的買二手 我覺得那個引擎的問題就是 就是要處理 那生鏽這個我 據我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 相較於那個問題 其實沒那麼大 雙離合器車款 Focus建議買嗎 我賣超多的欸 我那天才在聊天 大家都說 大家也是沸沸揚揚說 Focus雙離合器 媽的 會掛 很會掛 掛了 幹好像賣手 你買到 你 怕那路就水 帶起來 可是我講實在 我們賣真的賣很多 如果有一直齁 在關注我們的 頻道的朋友 一定知道 我那Focus賣有夠多 雙離合器賣有夠多 那我也不賣 你知道我就修過兩台 變速箱 就修過兩台 而且兩台里程數都很高 我記得好像都15萬公里 我覺得15萬公里 壞掉我可以接受啊 但是一個變速箱 如果在10萬公里就掛 我就不能接受啊 所以其實也 我覺得自己這樣賣起來 我覺得也 也有可能是 我們都會挑 相對車款好一點 里程數低一點的 雙離合器來賣 所以我們遇到問題 就相對機會比較低一點 K11的變速箱 盾挫怎麼修 那不用修啊 只要會換檔就不用修啊 因為那個時代的Honda 是一定會盾的啊 換檔一定會衝的啊 剛好你有的都沒有我要的 沒辦法啦 我跟你講啦 小吃汽車已經一百多台車了 如果都沒有你要的 我也覺得是我們沒有緣分 因為我沒有辦法 收集到全部的車款 都是這樣啦 我跟你講啦 就算有啦 我就算有你要的車款 白色的啦 你說啊 我最討厭白色的 有沒有 我們常常遇到這種狀況 我店裡面已經有 三台他要的車 他要的車款已經有三台了 沒有一台他喜歡的 對不對 出手牌我就買啦 齁 然後啊 我要的是黑的啦 齁 啊 我這個 要有天窗的啦 齁 啊 啊 這個 我要沒天窗的啦 啊 我回去問媽媽啦 啊 我回去問爸爸啦 所以其實齁 我後來 賣車賣到後來都覺得 車多沒有用 我們有緣分才是最重要的 你上變速箱是否常出問題 還好啊 只有1415那個左右的 大centra 女友一直要我吃一小口 她的便便說吃了 讓我換車 幹什麼都噁心啦 幹嘛當男人不要當那麼沒尊嚴 好不好 你就跟他講說 你吃我的便便 我考慮不換車 我考慮不把你換掉 四年保固有需要延長嗎 Toyota的 我是不會延啊 你自己考慮 因為齁 這個 我分享很多次了 齁 大家要記得 原廠基本的三年保固 如果你要再延長五年 延長八年 他通常你延長的這個部分啊 他的保固內容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一定要去翻閱 這個保固手冊 看看他這個 延長保固的保固內容 跟原本的落差 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 要不然你不要造成一個浪費錢的情形 就是會壞的東西都不保固 不壞的東西 你延長了三年 不太會壞的東西你延長了三年 那會變得很沒有意義 如果去學賣二手車有倒扣底薪的問題嗎 不一定啊 那要看那個 以前齁 有一些車行的 的那個 薪水 要看他那個車行的薪水模式 我記得以前有一些車行 他的模式就是 你來我這邊齁 這個底薪五萬 但是你這個五萬 你要賣五台車以上 啊如果 一個月你沒有賣五台車 少一台就扣五千 你懂我意思嗎 他會寫 底薪五萬 有沒有 然後你去上班 結果是 五萬是要你 這有點像那個契約成嵐 我給我付給你五萬塊 但是你要賣五台車 一個月要賣五台車 啊如果沒有一台扣五千 RX330 跟自己買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跟朋友買要注意 你跟他的感情到什麼程度 好不好 有的人齁 說那個 小師哥 我要跟朋友買一台車 然後那個價格啊 比車行還貴 齁 比如說車行我賣三十萬 然後他說他朋友要賣三十五萬 然後說 可是我朋友說他去車行 就賣三十八萬了 他只賣我三十五 齁 啊那個一聽就知道 不是很好的朋友 齁 你們是 啊不要過度 跟朋友買車齁 不要過度對你們的 感情有信心 好不好 齁 你們關係到哪裡 要注意 好不好 需要注意什麼 注意一下你們關係到什麼程度 林木 白蓮奴 後來我發現印度設計 印度 印度設計的 不會怎樣啊 印度設計又沒關係 體質好就好啦 好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喜歡 Brenno大於Swift 第一個是 折價高 因為Swift折價太少 Brenno因為他長得比較醜 好這很主觀啦 他在二手車的時候 他的折價 大概會比 Swift再便宜 至少五萬塊 同年份 同年份 同里程數來講 這第一個 但他新車並沒有便宜到哪裡去喔 那第二個是 基本上我覺得他們開起來是 差不多感覺的東西 齁 你如果撇除掉說 你覺得Swift比較帥這件事情 你只是實用派的 那你沒有必要跟大家去爭著買那種 年輕人大家都想要買的車 然後再來 他的後車廂 因為他是鞋背的 他後車廂的容量 非常的大 所以反正縱觀起來 而且我覺得他們開起來 就是差不多的車 你如果沒有要去跑山路啊 或是怎麼樣 基本上我覺得他們開起來 就是差不多的車 所以綜合起來 我覺得Banano CP值比較高 14到15仙草便宜想怎麼顧 你要記得齁 你如果是新仙草的車子 你一定要回原廠保養 因為你都回原廠保養 你壞掉你才可以爐它 你如果都沒有在原廠保養 壞掉你要去爐它 它不理你 簡單講就是這樣 其實不用特別照顧 記得要定期到原廠 做一下紀錄 Lancer Sportback Lancer Sportback 這個車也是我很喜歡的車 所以我只要在外面 遇到真的車況好 我一定會進來 但是呢 很少遇得到 因為車口數很少 幹不要啦 我是媽的 我覺得我收一些車回來開箱 開到最後都了解 你像那個Leaf還放在那邊 電池還在找 找不到人外廠會修的 啊原廠又比較貴 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還在處理 反正那個車有個好處啦 我當初會買Leaf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是 Leaf它到2022年之前 不用繳稅金 所以我放在那邊 對我來講 是不會有費用產生 那我可以花時間慢慢去找 慢慢去找 看看有沒有外廠 舊款雙離合器入手 有什麼建議嗎 沒有什麼建議啊 里程數不要買太高 其實都一樣 好不好 我跟你講 大家就是 因為 很多人都說 里程數很重要嗎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在你們不夠專業 你還不會辨別 內裝 外觀 引擎 車礦 的時候 那 唯一 你們一個可以量化的數字 眼睛看得到的數字 就是里程數 當然我不是說 里程數決定一切 但是對於不懂車的來講 你只能靠這個東西來辨別 好 如果每一台車都整理的 好像乾乾淨淨 漂漂亮亮的狀況之下 那你要用什麼東西 來斷定這個車 能不能買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參考 那你只能用里程數來佐證 不是嗎 買中古車結稅嗎 不行結稅 買公司名可以啊 你可以買公司的名字 公司名義 買中古車可以結稅啊 它可以當作你公司 花出來的資產 因為我們是有發票的 大部分齁 有很多這個二手車是沒有發票的 那我們是有發票 有發票你就可以拿去抵稅了 渦輪 柴油 汽油 比較起來 柴油比較不好顧 柴油引擎本體比較耐用 其實柴油是比較耐用啊 柴油渦輪跟汽油渦輪是這樣 其實柴油是比較耐用的 因為柴油的溫度比較低 然後它的轉速也是比較低的 所以正常的狀況來講 柴油應該是會比 汽油渦輪來的耐用 可是唯一有一個不好的就是 柴油髒 垃圾 黑黑的臭臭的 所以你很多 它的所謂的不好顧是說 很多它的周遭的 周遭的一些管路啊 油管啊 廢油回收啊 排氣啊 太黑太髒 需要定期去清潔 這個其實才是柴油車 其實你說比較不好顧 我覺得不至於 這個C70可以回答了啦 C70這個車其實沒有什麼 特別的行情了啦 這個都是依照車礦 買方賣方 一定的價格為主了 像比較冷門的車 比較特殊的車 比較經典的車 比較老的車 通常 就是看你的車礦 跟這個人想不想買 他有沒有很想買 他有沒有興趣想買 那你們兩個人談好價格就好了 很多人齁 會問我說 小師哥 我有一個朋友有一台什麼車 要賣我60萬 那你覺得我跟他出多少比較好 我說 你問我這個問題是沒有用的 第一個 我還不知道 我沒有看到東西 我不知道 你朋友要賣你這東西 是好東西 還是不好的東西 這第一個 所以我不能 教你說 建議你說 你要去跟他出多少錢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 買賣是這樣 你出了人家就一定會賣你嗎 也不一定 那我是覺得說 買的人想買便宜 賣的人想賣貴 那你們去喬好就好了 他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 我怎麼知道 你可以去跟他出多少錢 不然你從對半跟他開始出啊 所以其實 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那我會遇到很多 消費者問我這個問題 說那我跟他出多少比較合理 我說沒有合理的 買跟賣 就是買的人願意賣你 啊 賣的人願意賣你 啊買的人願意買 錢拿出來買 啊大家都爽 啊這就是成交 對不對 你出在低 他不賣你 啊你出你的啊 你出爽 你不是說出爽的 對不對 就跟齁 現在不是youtube很流行 拍那個 沽車的影片嗎 齁中古車 喔每個都在拍沽車的啦 我與其先不論說 他裡面沽的價格 是真的還假的 因為我自己在拍沽車 也有網友 酸民會說 啊你們那沽都講好了啦 那價錢都在你說的 我是不知道 我是都真的啦 為什麼 很簡單啊 我那個價錢如果幹夠的話 賣我車的人也會看影片啊 我如果幹夠價錢 那媽我明明就收10萬 我收15萬 那賣我的人是會出去說 欸那個小私網紅都嘯笑的啦 那個媽我才賣他10萬而已 他說要估15 所以我估價 我跟你講 你們如果看到我影片 我拍估價的影片 媽我價錢都真的 真的啦 我這個人喔 說謊就是會 嘴巴會歪歪的 然後有個地方會變長 欸舌頭 呵呵呵呵呵呵 我不知道有說錯的 這第一個 啊第二個啦 有人去開沽車有沒有 然後說 比如說這個車 市價100萬的車 我們沽多少 去沽 哇你怎麼會撞到 哇撞好大力 這邊也切 這邊撞好 這個車我們沽30萬 好結果最後什麼 沒成交 幹哪沒成交你在講什麼 沒成交就知道我講了 那我也可以去拍啊 我拍一台說 那個300萬 那個市價1000萬的法拉力 我們沽20萬 對不對 就沽 啊你這法拉力啊 很壞啊 紅色的 沒水 20萬20萬 我們沽20萬 然後那個標題出來就是 1000萬的法拉力 沒想到竟然剩20X 喔幹 那點閱率可能會很高喔 哈阿呆 不然我們下次來弄一個嘛 對不對 借一台法拉力來沽啊 然後說 新車價1000萬的法拉力 竟然只剩20X萬 結果他內容是 我們去沽 給他出20 然後被人家趕走 有沒有 叫車主撤了喔 幹 這樣也撥騙啊 對不對 所以我 我只是想表達 沒有成交的 那個價錢 都不是價錢 啊沒有成交的 你要怎麼跟人家出 都你家的事情 沒有成交 都不算數 好不好 沒有參考價值 Vitaro 4船 我跟你講喔 Vitaro要買4船 那聽說他有的那個 後軸會有點聲音 不過那個還好 那個小問題 可是你Vitaro一定要買4船 里程數20萬 車主說八成都高速累積 有二手車會高一些 不會 我跟你講喔 這個是一種說法 這個車行在賣高里程數的車的時候 會有幾種說法 啊 因為齁 他這個上班的地方離家裡比較遠 所以他里程數稍微高一點 啊可是齁 我跟你講都高速公路 放心 不是走走停停 這樣車況比較好 我跟你講沒有 收的時候就是 你跑20萬就是20萬 沒有在什麼 是跑高速公路 所以的20萬 跟在市區跑的20萬 沒有差別 20萬就是20萬 8到10年的奧迪跟BMW哪個養護成本比較高 奧迪比較高啊 啊對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我這兩天收到的一個案例好不好 有一個消費者 我問一下說 可不可以用板金的 然後他說原廠跟他說 這個沒有 這個角度沒辦法板啊 沒辦法板啊 一定要換掉啦 什麼齁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齁 大部分的原廠啊 不喜歡幫人家板金 那他們大概的說法都 我遇過太多例子了 我遇過太多例子 我覺得 我坦白說齁 原廠大概都是同業的 那我覺得你們用這種方式去 去洗消費者 我覺得是不對的 我覺得是不正確的 因為齁 我講一個啊 一個 原廠齁 因為他們要節省時間 他很多東西 他螺絲 卸一卸 新的板件鎖上去 漆噴一噴 他就修好了 可是齁 用板的齁 他要慢慢拉 要花很多的工時 第二個 因為原廠 其實沒有那麼 因為其實沒有那麼多的板金 你想想看齁 全台灣有多少間的 各個廠牌的原廠 沒有那麼多的板金師傅 原廠他 其實擁有這個板金的能力的師傅 沒有那麼多 而且齁 板金的老師傅 基本上薪水都很高 他們薪資都很高 他們 沒有辦法有每一間廠 都擁有一個技術好的板金師傅 第三個 你換板件 才可以把維修費報高 對不對 你用板呢 你是能收多少錢 但是呢 你去 很多現在出保險 報保險 他可以報很高 因為有換新的東西 有換零件 那零件是他們的 他們價錢都可以把他拱得高高 原廠的零件齁 你們會發現 你們去修很多東西 零件都很貴 然後最後再來給你一個打折 因為他定價要定高一點 發生這種 有保險的東西的時候 他才能把這個價錢報高 對不對 那縱觀所有的 原廠通常 都 會用各種說法 去跟消費者講說 啊這沒辦法辦了啦 這個啊 就是要換新的 啊換新的不會影響安全 新的東西怎麼會安全呢 我們是原廠 我幫你換新的板件 對不對 是最棒的 你還要換新的 所以很多消費者就會誤以為 他們常常來顧車 然後我說 誒你這個門被換過新的喔 這個會影響價錢 他說誒 我在原廠換新的捏 怎麼會影響 我還換全新的捏 可以板 我不要 我換新的捏 或者是對方保險賠啊 賠我當然想說 換全新的就好啦 那殊不知 其實他影響到你 二手車的價格 我在這邊講 我覺得原廠你如果 用一個資訊不對稱的方式 你去跟消費者講說 哦 我們沒辦法板 明明就可以板的東西 你講沒辦法板 我覺得 這樣就欺騙消費者 你可以說你不會板 你做不到 你不願意做 但是你不能跟人家講說 這沒辦法板 如果是我 我是那個車主 我就說好 那我現在我牽出去 板好回來了 怎麼辦 你怎麼 你怎麼辦 你要怎麼負責 你說沒辦法板嘛 那我現在 我如果出去給人家板 板好了怎麼辦 你不能 話不能這樣講啊 因為我覺得 這樣是欺騙啊 我覺得你 你希望消費者朝著你 你自己想要他走的路去走 那是一回事 可是你用欺騙的行為 你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你用欺騙的 你用欺騙的 你用小的 我覺得這樣就沒水準了 我覺得這樣就很沒水準了 那很多消費者 就是因為這樣資訊不對稱 然後就被你唬了 幹 啊我們那麼辛苦 在那邊講這些二手車的東西 啊你如果連原廠都這樣搞 媽啊 台灣還有什麼舊 我們那麼小間的店 這種 媽 乾媽店 雜貨店 啊你們那種連鎖店 7-11的 你們都這樣搞了 對不對 我們這雜貨店 已經夾縫中在求生存 啊你們這媽 那麼大的招牌 還在洗客人 這樣對嗎 我覺得這樣講不過去 真的啦 啊我沒有特定講什麼廠牌 很多廠牌我都聽過啦 我都聽過這樣洗的啦 洗客人說 啊這個就換新的最好了啦 啊板的齁 什麼比較危險啦 板的齁怎麼樣 以後會比較快壞啦 板的會影響結構啦 板的怎麼樣 我覺得那都你們在講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嘛 我講過了嘛 我回來 我估一台車 你板件換過就是換過 我管你是撞大力撞小力 你就是換過板件啊 當然齁 如果是你 你發生這個狀況 那你預期你沒有要很快賣車 好啦那換新的就算了 那因為我跟你講 車越新的時候 這種板件的更換跟切割 你車殘值越高的時候影響越大 啊當你一台車你都開到報廢 我覺得那就算了 你換新就換新 我跟你講啦 計畫遠遠趕不上變化啦 每個來跟我買車都信誓旦旦 師哥我跟你講 這台車回去我要開五年 你問Helix就知道了 信誓旦旦旦他還開多久 看到那個叫什麼 他剛剛還什麼的 看到XV 就濕了 就跑來買了 馬上當天晚上就衝來買了 謝謝Alix 小師哥如果亮氣囊燈只有消燈 出事會爆不出來嗎 有可能會爆不出來吼 我跟你講啦 買貼紙根本就不用買啦 因為看得懂的人 就是看得懂啦 你貼了貼紙 我們還是看得出 你換過啦 如果你買那個貼紙 你是要虎看不懂的人 你也蠻沒水準的啦 對不對 因為你換過 你還假裝貼貼紙 你想要虎人 說你沒換過 對不對 那這樣也不對嘛 所以我是覺得 貼紙根本就不用買了 但是我覺得 最好就是不要換板件 可以修的狀況就是不要換 我舉一個最大最大的例子 我的賓士車的葉子板 如果你們有去網路上 找到以前我在夢想街 某一集 齁在講保險的 我就有出示過 我那一台A250的葉子板 被一個計程車撞到的照片 那個回原廠跟我說 要修50萬要把葉子板切掉 我說不用 別還我 我自己找我自己的工班修 用板的 我跟你講 一來一往 我那個車 我當時那個車 我記得賣130幾萬 我賣掉的時候 如果當時那個板件是 葉子板是用切掉的 我跟你講 那一台車 大概剩下110萬而已 因為你就是一台 切過換過板件的車子 我當下 我從原廠拉出來 我就是不讓他修 死都不讓他修 我為什麼要給你換 他說有保險支付啊 什麼什麼 我都不用 我從原廠拉出來 外面我跟大家分享 外面的修理廠 也可以爆出險 大家不要有一個迷思說 因為對方保險公司要陪我 所以我只能在原廠修 不是喔 你到外面的一些比較大間的保修廠 他們也有跟這個原廠做理賠配合的 跟保險公司做理賠配合的 都可以 辦出險 不一定要在原廠才可以辦出險 齁 這個也不要被虎了 好不好 以安全性為重 受損的板件 以板金修護好還是換新的 看部位齁 如果以安全性為重 還是用板金的比較好 而且某一些部位 你例如 例如說 我剛剛講的 右後葉子板 右後葉子板 原本就是一體成型的東西 你把它切割開來 再燒一個新的 基本上那個安全結構已經損壞了 所以 你用板金的 反而沒有安全性的問題 車門有原廠單距的狀況下 換新不會比較好 不會 因為拆過螺絲就會有疑慮 對 很簡單 我們的認知就是 你已經撞到無法修復 所以你才會換掉 那如果只是小撞的話 可以修復 你不會把它換掉 所以一旦它換掉 我們就會認定 你是撞到 沒有辦法修復 只好換新 簡單講就是這樣 阿當然這個是結果論 除非你有 把你被撞的那時候的照片 齁 你在車要賣給我的時候 你把那個照片 提供給我 然後我真的看到照片 欸 真的不是很嚴重 那我就可以幫你 不要扣那麼多 那我要賣的時候 我就給下一個看 當初會換這個門 是因為這樣 稍微 雞蛋大的一個洞 我就把它換新 因為我比較龜毛 那下一個買的人 可以接受他就買了 簡單講就是這樣 氣囊塞報紙有辦法檢查嗎 好 很多人 會說 阿 氣囊齁 超過 十年以上齁 就失效了啦 就沒效了啦 氣囊就 沒辦法了啦 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基本上 我們的車 轉到 鑰匙轉到紅火的時候 所有的燈號都會亮 跑完電腦 發動 全部才熄滅 沒有錯吧 當你在轉動 發動以後 你去觀察你的安全氣囊燈 它一定是最後熄滅的 如果說你發動的時候 你的安全氣囊燈是最後熄滅 代表說它偵測 無誤 這個時候 應該就可以判斷 你的氣囊是有效的 所以一旦 氣囊 偵測完 燈號沒有熄滅 一直亮著 你的氣囊有可能就不會爆 那如何去判定說 我氣囊燈有沒有被車商動手腳 兩個狀況 一個就是 你發動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去注意 它把氣囊的燈泡拿掉 所以當你在發動的時候 氣囊的燈從頭到尾都沒有亮過 那你那個燈號 燈泡就被拿掉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你的氣囊燈被跟別的燈接在一起 比如說 它跟ABS燈同亮 然後一起熄滅 那就不對 正常來講 氣囊燈是要 最後熄滅的 你用這個去判斷 你的氣囊有沒有用 有沒有被動手腳 那基本上 我的經驗 我的認定是 當你 不管你多久的車 你發動了之後 氣囊燈有亮 而且它是最後熄滅 我們會認定這個氣囊 應該是還有效 應該是有效的機率比較高 好啦 大家晚安啊 齁 這個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掰啦 大家晚安